吴初贞昨天在法庭上面也特别讲到 会到瑞士的钱 为什么一半是在黄瑞静名下 一半是在陈志忠名下 这当然在钱的转换过程当中 也让这个爱格蒙洗钱组织 发现其中有益 才会有后续的侦办的相关动作 吴初贞说法是说呢 黄瑞静总归是媳妇 她不放心 钱全部放在黄瑞静的户口里头 她是不放心的 所以她把一半的钱要放在陈志忠的账户中 到时候呢 媳妇有可能会翻脸不认人 那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呢 她还是相信儿子 所以才会在这个库斯银行 以陈志忠的名义再开个信托账户 这样比较有保障 那而且她说呢 陈志忠夫妻常常坐飞机飞来飞去 万一当事人消失 钱就不见了 所以信托账户有设定受益人 就可以指定当事人消失后的钱要给谁 她担心的是陈志忠坐飞机飞来飞去 最机吗 就是常常飞常常飞 会消失 钱也跟着不见 那前面是担心黄瑞镜把整个钱都吞了 因为这个媳妇总归是媳妇嘛 要有一半放在儿子那边比较放心 从吴淑生的这个种种的规划当中 钱要怎么放在儿子的户口 然后一半放在媳妇 然后会怕钱不见等等 他们说这个是建国基金 有必要这么麻烦的建国基金是 放在黄瑞镜还是放在陈志忠 还是放在谁 就说这中间是很矛盾跟冲突的 他是在帮他们家 他处理私人财务可是又说他是建国的钱 这中间会不会有冲突 一定是有冲突 千言不对后语 不过我觉得吴淑真蛮可惜的 他可以考虑从事金农业 做礼赚应该蛮杰出的 我觉得他对他的媳妇黄瑞镜 我觉得那个说法 又凸显他是一个 蛮凶恶的婆婆 凶恶的婆婆 所以表面上跟他相亲相爱 他还说被他吞了 我觉得他基本上还是把他媳妇 不当媳妇看 他把他定位成是一个外来的人 他是可以被牺牲的 但是他不能一起分享 而且他随时提防他 你会把我们的钱拿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权贵家庭 一种人性上非常极端的悲哀 我们一般市井小老百姓 我们可能没那么多钱 但是我们至少 亲戚之间亲属之间 没那么多的猜忌 我怕你的钱怎么 你会怎么 有些人真的悲哀 这群人每天在讲什么 这些钱是什么 台独建国基金 我不知道 那还好意思说 我那天听 有一个小道消息 说某位绿营的名嘴 还替他转述 陈昭之最新的版本说法 是说那些钱阿扁 是要拿来买电视台的 让台湾人民发声 我听到实在是跟他吞哀 就听了就很好笑 因为如果要买 当然是要买台式 我又买台式 就很有意思 我就觉得说 现在稍微一片再一片 那我还是回来看 就是说 这个案子 已经慢慢进入尾声了 那一审 大家都说蔡守逊 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行政 我们也认为客观上来看 是有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审判出来之后 台湾人民面对 他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 蔡守逊的审判是一个 不情不愿的审判 因为他的审判基础 特征组相对可能有点薄弱 就是说 他知道可能 这么大一块 可是可能目前 特征组给他的 就是这么小一块 那这样子跟社会 其他之间的落差 完全要给蔡守逊去承担吗 还是说台湾社会 对的事情 除了指责特征组做不好 蔡守逊没判好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应该努力的 我觉得这是 我们未来可以再进一步 共同去思考 主持人 这个 我对吴书甄的批评 就是说 他到底到底懂不懂 我这种发疑 陈志忠和黄卫靖结婚之后 只要他们名下的钱 只要他们离婚 协议离婚或判决离婚 理论上是一人一半 夫妻财产共有 对啊 除非你们有什么婚前协议 我们这边不是美国 那你的钱 你如果我都要把一只在你这 是你叫黄卫靖去开户 包括那个美丽银行的 那个什么礼砖啊 什么什么什么徐立德那些人 帮他开户什么的 那开了户把钱 把吴书甄的钱 汇到黄卫靖那里 是谁指是吴书甄把钱汇过去的 也是你吴书甄 也不是吴书甄自作主张 你以为我怀疗你媳婦说 会不会坐飞机怎么样啊 会不会翻脸不认人什么的 看到婆婆怎么对媳妇的 所以有台那个连续剧娘家 为什么收视率那么好 讲出很多人的心声 你们大家 那来都说 我这我够一个女孩 我够一个女孩 我够一个学生 那些都公公的啦 真的要本来说你生什么 你生什么 你姓陈吗 不是你姓黄啊 你是媳妇 媳妇可能会离婚 我来跟她讲 主持人我花了一个小时 可见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再一点默契都没有 我到现在才讲到这个 这个人啊 这个叫做Everlyne Perkins 在2007年的11月 做了一件事情 从黄瑞晋的 这个2100万美金的户头里面 或者1000万美金出去 透过开曼群岛 转到了一家纸上公司 这家主要公司啊 在苏黎市银行 就是陈志忠 是受益人 就后来曝光了 这个钱 我们那时候看也都觉得很奇怪 说你那么无聊啊 把2100万美金 汇了1000万 然后转到这家公司 那这两家加起来 还是2100万 就所谓的海角七亿嘛 这钱的数字是一样 你做这个动作干什么 昨天吴淑貞 终于解开了解答大家的疑惑 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 幸好吴淑貞不是会那个 1050 而是会1000 不是咽一半 做这个事情干什么 就他讲的嘛 一半 2100万美金的一半 1000万美金 汇到陈志忠名下这边 对黄瑞季名下 可以控制 1100万 陈志忠名下可以控制 1000万 那因为他做了这个动作 这个起钱的动作 后来才会去问陈志忠跟黄瑞季说 你这间公司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纸上公司啊 这是宝仓公司 不知道你做什么 就出去了 那我们本来以为说 他在2007年的11月 用Everlyn Perkins的名义去 去做这个 这个网路的这个 转会的动作就不是 是吴淑貞 order你的 你把那1000万美金 驾去你的火头 你媳妇那一千一百万 就好你1000万驾过来 这个陈志忠说 报告妈妈是 我是照办然后就曝光了 他整个摆掉了 后来这个开曼群岛这个 这个琴姿啊 艾格蒙的琴姿 才会在2008年出的时候 叶深茂跑去跟陈志忠 你报告 所以这个追究起来 我刚刚前面讲说 吴淑貞要扛 那当然是扛不住的 可是真的要怪罪啊 陈志忠和黄瑞季应该很清楚说 摔一个梆的啦 空的啦 钱好不容易拜托 元大马家洗出去了 拜托吴锦帽 拜托那个 郭全庆的那个什么 都洗出去了 然后你钱乱动就出去了 谁干了 就是吴淑貞干了 这是婆媳的猜忌 造成了这个事件的曝光 你不觉得好笑 这吴淑貞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你觉得好不好笑 我觉得很好笑啊 活该 你就摆在黄瑞季名下就好啦 你就跳伙伴叮噹 跳伙伸 欸那个转会是要钱的欸 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在开庭的时候 陈志忠跟吴淑貞讲什么 欸你那个钱干嘛 他这样坏回去 会差 手续被什么 结果吴淑貞跟陈志忠的公司说 啊不然李专要赚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 不要去当李专好了 李专要赚什么 最功的就是这种的啦 没得没得 坏来回去 结果就被洗钱盯上了 媳妇总归是媳妇嘛 他不放心啊 这一点 你是有感而放吗 我稍微从法律上 我的理解稍微不一样一点 就是显然他们想替 想替陈志忠黄瑞季的洗钱案 从他的角度再说明一下 所以这又是编出来的一个story 也就是说 他说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事 也就是说我不信任媳妇 这个一般常理比较能接受 事实上这一千万是洗钱 因为增加了一个户头 成立人头公司 指账公司的目的是洗钱呢 这一段也可以成为洗钱证据 可是他又说明不是洗钱 只是分钱 他是一个一个破解 你手上有的证据 分钱跟洗钱究竟还是有不一样 可是我认为成功几率不大 我认为成功不远 因为事实上就像刚才所说的 惠惠也提到过 这个根本不必 因为如果你不信任黄瑞进 这笔钱其实不但是黄瑞进的 而且陈志忠做了有权签章者嘛 他是完全可以扛错 对于吴淑登当时的想法 他不会如果不信任黄瑞进 他不会一开始先放两千一百万 后来想了半年 觉得有一点不放心 汇出一千万 这个稍微恐怕他对媳妇的 这个不放心 不会是突然发生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应该是不合理的 而且一千万拿出来 显然是要重新洗过 这个是很清楚 因为如果是分钱 大可以不必绕这一圈 你直接在那个同样户头里面 开另外一个账户就行了嘛 不必换别家 而且还纸上公司 还信用这样 不要这么一大圈花很长 这个是洗钱的啊 所以这一点 其实陈志忠 不是 吴淑珍脑海里 还在想着他这位儿子 怎么帮他脱罪 对对 他还是想把罪 放他身上来说 都是他指示的 然后他其实是没有洗钱的意图 设法降低他的罪责 这一点涉及到8月4号 很很重要一个关键 因为虽然已经没机会了 可是理论上还有一丁点 被接受的可能性就是说 他协商他的罪责减轻 这一点要看蔡守迅 能不能明辨是非吧 连辉文刚才都被吴淑珍这个说辞 给相信了 就是说婆媳之间 所以才会让整个事情 所以这个说辞 还蛮有说服力的 对就是分钱很合理哦 所以陈志忠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那么积极主动的想要洗钱 当然不可以相信 不可以相信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比较重要的是说 我们都知道像洗钱这样子 你想一想 他说为什么不一开始 放在陈志忠户头 对对对对 开户的时候就开陈志忠户头 为什么不呢 因为开陈志忠户头 就会被追到嘛 所以才开在很厉害 你猜到黄瑞镜嘛 那原来不开陈志忠的那个理由 为什么后来消失了 问题在这里 就是 到那时候 已经认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非常复杂的地方也在这里 很多的线索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揭露 他当时候敢把这个钱分到 开始去想 比较重要的是 刚刚回闻你分析那一段 这个媳妇可能会怎样 表示原来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消失了吧 本来说 放在陈志忠 会被查到 哇 唱来唱去 现在说不会被查到 会被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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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这个他就是应该要交代 什么一当中 开始说 不会被查到 不会查到就开始是 姚老师刚讲 分啊 要开始分钱啊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老实讲 如果不是吴淑貞 他错误的情报 就是他们在跟外国的关系之间 有一些讲好的部分 因为老早就有人怀疑啊 这个整个钱啊 游过来游过去 这件事情啊 外国的情报机构 不知道吗 这现在反过来 证明是说 根本就知道 根本就清楚 他们在做些什么 那当时候 也许就给他们 比如说那个杨书DIS 说还曾经跟他讲说 你以后 还可以出国 还可以去美国 为什么要去问这个 问要不要去出国 如果有问说 可不可以出国 有没有问说 那个钱现在有没有问题 这 这 基本上是 我们还有 就是说 刚刚文家所讲的说 我们有 现在赛索金只有一小块 因为我们也只有 比赛索金那块更小耶 可是 台湾人民有权利知道 这整个故事 用什么交换呢 这笔钱的存在 是 那是 那是什么 这个整个结构性问题 还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那甚至于 如果倒推回去 那个瑞士国家 怎么这么勇敢 对 真奇怪 为什么没有谈到 瑞士这样勇敢鬼 这个国家是在 不管是哪一次世界大战 都是最不勇敢的 为什么这说 中间还有很多故事 今天我补充一下 瑞士这个国家 很有趣的 他没有在 陈水扁做总统的时候 去动这笔钱 他绝对不是因为原来不怀疑 尤其是总统儿子 跟媳妇的钱出来了 这个很难想象 不要讲是弃义了 一卸任 没多久把它冻结起来 瑞士是最喜欢动别人 别人钱的国家 我讲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犹太人 因为死亡 卡在瑞士的钱 瑞士污掉不愿意还的 无计其数 被害死的 逃亡期间藏妥的 到现在为止黑社会也好等等 因为你坐牢 你不管藏在哪里 只要你最后拿不回去 都是瑞士 都是瑞士 都是瑞士可以使用的 瑞士在这个名声很坏 陈志忠跟黄瑞晋 因为这个国家这么有钱 黄瑞晋 对这个 是这个道理 这个欧盟对这个国家 因此而赚钱 非常非常不满 犹太人现在还在打这个官司 因为当时被杀害六百万人 逃难的时候 存了一笔钱在里面 到现在没有 没有人知道总数多少 因为只有一些知道有后代的人 会去追 没有后代的人 完全没有办法追 他到底 他的老祖先走的时候 全到哪里去了 瑞士又不可以自己公布 因为他认为是机密 所以这一点啊 瑞士 可惜吴淑珍 他们不了解这个国情 他们完全不了解 他以为瑞士这个地方是 没有国际关系 没有国际关系 真的没有国际关系 他以为这个关系 所以没想到一卸任 他还没卸任就冻结 2008年1月9号 他知道他快要卸任 快卸任 快卸任可以 快卸任可以 所以牵涉到这么复杂的国际政治 这个故事越来越精彩 我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婆媳版本的说法 你相信吗 我其实会有点相信 因为当然 姚老师的分析 是专业的法律系的教授分析 这个完全受教 不过我觉得 人情事故上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能 那个胡淑貞女士 你看她对那种 柴货的那种 绝对所有权那种欲望 我以前那个 美国的那个 新的那种 所谓贵族阶级 他们就被人家批判 做绝对所有权 就是说 什么都是我的 我们家就是遗传优秀 我们就是该念 长春藤名校 这块土地是我的 那个贡献都是我的 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 在那种绝对所有权的心态里面 他第一个就立刻产生排他 那排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用血缘 你不是我的儿子 你不是我的女儿 所以再怎么亲 也亲不过血缘 再怎么亲 也亲不过 那个分钱上 那个最直接的 第一个直觉反应 所以我还是回来看 就是说 吴淑貞女士 在这个事情上面 透过那么多的伪装 装可怜 装受害者 装什么 对台湾有贡献等等 有一个东西装不了 你那个无尽无止修的欲望 真的让台湾人看透了受够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给台湾社会 一个最鲜明的教训 就是说 钱不是万能 虽然他给我们提供 很多满足欲望的快乐 但毕竟他在有些地方 是非常万能 而且充满了万恶在那边 我只补一句好不好 文家兄 我的说法并没有反驳 我灰文跟文家兄的那个判断 吴淑貞没有讲谎话 他只是一个时间的先后 他之所以后面要把拉过来 他之前他就都不看中媳妇 是看中志忠 可是他不能放在志忠 这是县洪刚刚所说的 也就是他不法所得了 因为他不法所得 他不能 我并没有说他那句话本身 他只是把那个人情世故的话 做了一点 做了一点时间先后的颠倒 他明明一开始就是洗 动机啦 他就演示他的动机 没有错 他演示他的动机 他只那么故意恰恰强的一段 说明后面只是这个原因 不过他一开始 就是想放在志忠那里去 可是他只是没做而已 就是分钱跟洗钱 他有意识到这个的不同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我是觉得 我的判断是 吴淑貞讲的是假话 假话 我直接讲 如果 如果我们 有机会再看到 未来有一些卷证资料 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的 被揭露的话 有一个很关键的人 杜立平 杜立平曾经跟吴淑貞 谈过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钱到了元大马家之后 元大马家在香港 又设了个BBI公司 开始要帮吴淑貞 处理这条钱的时候 这条钱后来 吴淑貞 元大马家觉得没办法处理 然后 要把它交还给 吴淑貞的时候 吴淑貞曾经跟杜立平 仔细的长两说 后来的5.7亿的部分 要怎么处理 当时 两个人 在那个 在官邸里面 讨论了老半天之后 最后没办法 决定 还是要用 陈志忠 当受益人的方式 来处理这条钱 就成立一个纸上的新多公司 受益人是陈志忠 为什么 新多公司就看不出来是谁 所有的董事都是银行指定的人头 人头董事 这是扁家很早出现的一个model 黄瑞敬的模式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06年的12月21号在美林银行签字开始 那个时候是黄瑞敬是负责 是有权签章的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仔细想 陈志忠当受益的模式 是在07年以后出现的 黄瑞敬是在06年12月21号开始的 这个是说 他当 他说这个什么 担心这个媳妇会管血是假的 他早就知道说要 保护的是陈志忠 所以 黄瑞敬是第一波可以牺牲的人 只是 今天东窗事发之后 为了要让儿子跟媳妇 降低刑情 所以我就用这个理由 而且 我怀疑这根本是事先算计过的 为什么呢 有关怕媳妇夺产这种说法 在更早之前 吴树敬也讲过什么 怕哥哥夺产 就是在06年 也是06年的12月5号 为什么要从吴警帽的户头转出来 他当时也说 因为我04年时候身体不好 我快要死掉了 我怕钱放在哥哥那 所以每一次一次洗钱的动作 都有他合理的理由 对 可是他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吴树珍很聪明 我早年访问过吴树珍一次 当年还是市长夫人 吴树珍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 吴树珍自己讲说 我的思考就像信长庭一样 所以我们家有一个信长庭 有个陈水扁 信长庭当然输我们家扁 厉害厉害 为什么要想到第二代 然后又想到媳妇 自己的哥哥 想说这些名字 他们甚至知道这些名字 不在爱格门追查的方位 他还知道哪个名字有在爱格门 哪个名字没在爱格门 然后到最后 他们也许当时候的判断错了 一开始以为说陈志忠 没有 没有 后来说可能有 后来又说 绝对没 钱得拚过 先拚一千万去 刚刚那个数字很有趣 先寄一千万过去看看 哪里是要把什么分开来 到最后寄一千万去 后来一千万就过去 后来可能还有其他一万一呢 对不对 所以就要集中了 那这集中就是要开始 时间到了 要去处理 我觉得在这里 我当然要 我一点意见 跟辉文不一样 我觉得吴淑珍实在是 对台湾的贡献真的很大 要不是有移动 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不是叫贡献教授 那是对贬家来讲 就是罪人 辉文 教律啊 你这样放在那里 你的身部那里就好了 都没事情 請问 你现在有办法坐在这里 说这个事情 可能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我还是要感谢吴淑珍 因为陈志忠 他已经认得洗钱 他很早以前就洗 所以吴淑珍这部分 不需要帮他 那些钱如果没有移过去 就不会有 艾格门报告这些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陈志忠认得洗钱 吴淑珍辩论终结的时候 讲那些 是不是为了陈志忠 要翻供做准备 意义不大嘛 分那个钱 因为在座各位都已婚 他认了犯罪事实 没有认罪 对 这个只有我未婚 但是我来讲一下 买到的大家是什么情形 黄柏路 我讲 他这个钱 因为黄玉静 他是知道有这么多钱 在他的名下 你有把钱拿回去 黄柏路那些吗 外头出去了 有拿回去娘家吗 对 这个要 每一个大家 已经像我这样想 对不对 吴淑珍听到我们这段 所以这个转移的时间点 是被他发现 有钱拿回去了 不是 一定会提交的 时间计较 吴淑珍如果说看我们节目讲 回文你就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 诶 陈志忠买劳力士 陈志忠买劳力士可以 黄玉静可以买 你媳妇你是买什么 他只能买宝格力 四万多块一次 你是买什么选择 你是买什么选择 你是买什么逐步 你是定什么逐步 那是你的 那是我的 对不对 假装有给你 有给你申论 或是给你 假装的 我讲 那个要计较多了 那我拿中国时报这个标题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句话 是送给黄瑞静 因为黄瑞静啊 最晚最晚黄瑞静昨天知道 他婆婆心里讲什么 即便是假的 自己就详细说 贪婪 最后的房线是司法 那黄瑞静的贪婪在哪里 就是说 当事情曝光之前 他到国泰司法去看到 那个钱堆起来的那个时候 我就认为黄瑞静是 不应该 适用认罪协商 陈志忠 陈志忠也有去巡视过 那个军库 我认为他们都不是 为什么 你看到那么多钱 显然跟你 爸爸的薪水是不符的 显然那些钱 就像刚刚各位前辈讲说 那个 杨先生有讲说 那种合法的钱 合法的钱 干嘛用别人的名字 干嘛跪在海外 就放国内就好啦 就 直接存到福尔摩杀基金会嘛 直接存到凯达格兰学校嘛 那有很多控制嘛 你把它存进去就好啦 不是解决了吗 你贏要洗去海外 洗来洗去 鑽来鑽去 为的是什么 所以黄瑞静 我一点都不同情他 那我也看过黄瑞静之前 主持人也看过 黄瑞静哭了很多次啊 什么什么 一周刊不要再写我们婆媳了 我昨天看到这一周刊写的也没有错啊 对 对 一周刊当初写的 陈日中午才有个公开信 对啊 我觉得这个 看一看就是 他现在会说法庭笔录 不要再写我们婆媳了 那是你婆婆讲的 自己讲的 婆婆讲 我跟各位前辈的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吴淑珍讲这段 我是相信的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 一半啊 新补嘛 半点怎么办 对人照怎么办 欸 偷情的 出轨的 红信出墙的 不是没有啊 那不是没有啊 那合理 合金吧 真的